一樣你這位熱情人掌聲來歡迎他 接獲主班的位班正的 哆啦A夢平板電腦 住在台中後裏的張小姐 正式成為哆啦A夢特展 全台第一百萬名參觀人次 而出版哆啦A夢書籍的小學館集音社 也特別派代表從日本來台 一起分享喜悅 就是這輩子沒有那麼幸運過 居然就來到這裡 然後就中了一百萬人次 那你老公做什麼 我老公說要去買樂透 我應該喜歡大雄吧 對啊 因為大雄的幸運啊 都有一個哆啦A夢可以幫他 對啊 除了獲得哆啦A夢的平板電腦 主班那位還將時光布的試鏡紙 叮噹耳機塞等相關的用品 一併都送給張小姐一家人 讓她是相當開心 而比台北廠大1.5倍的台中場地 動線規劃相當不錯 民眾在這裡也可以慢慢跟 哆啦A夢近距離互動 我們很高興說大台東地區 很多朋友都很喜歡來這裡 那這裡是比台北的地方還要更大 然後更舒服這樣子 那我們這次會轉到7月21號 到禮拜天為止這樣子 那希望大家把握 多精油的時間來這邊參觀 主辦單位也提到 6月15號是胖虎的生日 這個星期也將推出胖虎的 限定馬克杯 以及哆啦A夢的面紙核套跟手拿包 相信又會引發收藏熱潮 捷來秋風台中採訪報導 巴一博 עם隊長